当重达千斤的飞镖从100米高空自由坠落 他是否能击穿一切物体呢 今天国外吃太饱的小哥又吃饱了 找来上百件生活用艇来测试他们的承受能力 首先要确保飞镖落地的位置安排得当 经验丰富的老演员雷克希 意不容辞地担起这个先锋任务 当飞镖稳稳扎入目标的瞬间 雷克希也被当场利粉 这恐怖的力道砸到人身上还不得轻易筷子一块 仔细一看飞镖的头部也严重变形 因此害得小哥足足花了两分半 才把这个大家伙修复好 接下来他们找来了200多层硬质板 然而飞镖从百米高空坠落其威力和气恐怖 硬质板在瞬间被贯穿 飞镖甚至结结实实地扎进了土壤中 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显然这种材料的密度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又拿出了1万张的四指 憧憬着这次能够稳稳地承受住飞镖的攻击 在摆放为四指的过程中 他们嘴角上扬的鼻脸还长 可当飞镖落下的瞬间纸张被砸得吸碎 仿佛就和一场小型爆炸现场一样 这让三位兄弟当场压麻呆住 慢动作回放显示 飞镖并没有完全插入纸张 而是通过强大的冲击力将其彻底粉碎 经历了一系列的惨痛测试后 地上也被搞得一地鸡毛 他们迅速清理了地面上的垃圾 准备迎接下一个测试 这次他们带来了一颗由橡皮筋制成的球 起初小哥对他的承受能力表示怀疑 认为他可能无法抵挡飞镖的威力 没想到当飞镖与橡皮筋球相遇时 他不仅仅没有被粉碎 还意外地将飞镖弹开 留下了一个半米深的大洞 紧接着他们又找来了一个轮胎 希望他能像橡皮筋一样 凭借任性将飞镖一样弹开 显然这玩意也不是飞镖的对手 从慢放看飞镖还没落地就直接被扎穿 这么大的一个洞或许在巴铁的桥手下 还能得到修复 在一系列精彩分层的测试之后 小哥决定挑战更大的目标 一辆行驶了二十多年 里程超过四十万公里的轿车 但他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是一辆名副其实的美女一手车 为了确保测试顺利进行 他用四支油桶将轿车高高垫起 形成一个稳固的测试平台 生怕车辆在飞镖的冲击下发生位移 结果可想而知 飞镖的冲击力远超预期 不仅直接穿透了轿车的天窗 还贯穿了整个车身 更令人惊讶的是 飞镖在扎入车辆后 竟然还精准地命中地面上的靶子 由于飞镖扎入得太深 众人不得不花费两分半钟的时间 才将车辆从油桶上拉了下来 车内的状况简直不堪入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